大家好,我是王狗 上禮拜去了北京一趟 我想說去那邊看看 那裡最恐怖的鬼屋到底是怎麼樣 結果我上網搜一搜 看到了一個號稱北京第一兄仔 那裡有名到被翻派成電影 甚至是經過的人 都還看過去看人家說 就是這裡就是這裡 那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講一講 那裡發生的事情 京城81號公關 是其中實際的歐洲 我們必須培養強力的法師 保衛我們的加油 另外還有戰士、弓箭手、生女 各種能力的職業 打造屬於自己的城堡 還說我的城堡就是這麼大一K 很強了吧 除了各種豐富的情節之外 我還可以對抗外敵的入侵 以大量的獸人、巨人 甚至上虎之龍作戰 你還可以在對打模式中 擊倒你那位最機車的朋友 Fashion 攻擊換流沙 最後廠商也開放福利 點擊以下連結下載 並輸入依存 你就能獲得專屬的新手獎勵 250金鋼石和3500金幣啦 對還有 你們有沒有發現裡面的人物 長得真的很像小朋友的 小朋友在戶家族呢 政治抗戰時期的時候 在北京的朝陽門內大街 81號裡面住著一個大戶 貨家 貨家人為了幫死去的弟弟辦冥婚 而找上一名青樓女子 這名青樓女子因為不願意 而在絕望之際就跳樓自殺了 貨家人大大小小 都被這件事情鬧著雞雄不明 貨老爺卻認為 不過就是個丫鬧嘛 何必這樣子呢 過了幾天 某一個奴婢 在經過院子裡 這個時候 突然發現警備 竟然有一個女人的屍體 而且這個屍體 他的用途是被挖控的 連續幾天內 就有兩名女子在這邊過世 於是貨家人認為這個是受到的褲子 之後就大張起步 請法師進行做法 然後事情因為法師的做法 那就這樣平靜的過了三個月之後 某一天半夜 貨老爺突然發現有一個人在拉他的腳 他第一口看 一個眼眶裡面沒有眼珠 一直在流血的女孩 全身還是第一歲 後來仔細一端想 欸 就是死在井裡的那個丫鬟 我剛剛問少爺 他說我該死 老爺 你說我該死嗎 霍老爺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只顧得全身發抖 之後 外人員奴婢們就聽到 整個81號警車發出了欺凌的慘叫聲 整個方式進照在血色的恐懼之中 染紅了整個夜色 霍家人的屍體就一一的被發現在 房子的各個角落 沒錯 這間房子就因為霍家人的屍體 靈異的傳聞便開始不進而走 之後就開始荒廢 直到10幾年前 2001年的時候也發生了一件非常酷的事情 在附近有一個公寓叫做生蠔公寓 有幾名工人無意間 在施工的時候把地板給踩碎了 他們突然發現 地板內有一條深不見底的通道 那這些工人就因為好奇嘛 就欸 開始往裡面前進 結果他們沒去還好 一過去不得了 這幾名工人啊 就再也沒有回來過 傳聞這條地道就是通往 京城八十一號院的地道 但是 到底是不是也不得而失啊 因為後來北京蓋地鐵的時候 政府就把這個地道給封住了 對於民間來說 這個傳說依然是一個問題 所以呢 就在上禮拜的時候 我自己跑去了京城八十一號院一趟 我想看看 那裡到底是不是大家講的那麼恐怖 給大家看一下當時的畫面 對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就是傳說中北京八十一號公關的門口 看看裡面到底有沒有傳說中的 不知名的腳步還有玻璃的水面石 對 這個已經用那個大手鎖上了 完全無法 看一下裡面是長的 這個樣子 感覺已經有一些整修的痕跡了 對喔 其實我後來發現這個門啊 它才是八十一公關的大門 可是它裡面的燈是開的 然後呢 我剛剛從這個門進去的時候 有一個人問我進去要幹嘛 我就把它叫出來 它這個裡面 感覺已經是重建過 沒有以前大家講的那麼可憐 唉 今非十一吧 入口很明顯它是封住的 而且它的屋子的燈還是亮著的 後來我就上網查了一下 似乎是在一新年的時候 政府把它改建 而且啊 還公開在我們上的招租 聽說一年的房租要破百萬人民幣 所以可能這個京城八十一號院 已經成為了一個真正的門牌吧 唉 怎麼不再兩年進去看看 後面也會多了一分惋惜吧 雖然這種文化這種藝術 留下來也蠻重要的 但是 這不就是正式我們 人生中要選擇去取勝 這藝術沒有錢 但是追了錢就變成商業 人生啊 OK 那我今天京城八十一號的影片 就大概講到這啦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和按喜歡 謝謝大家說 我們GO 下次見 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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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